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我們開始今晚的直播 我們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去到如何鼓勵我們正在建立靈命的人 而我是想再去重複的,再解釋清楚昨天說的一點 基於《菲律比書》二章十三節 我傳給你的筆記那裡,B的中間那裡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個經文是非常之寶貴,非常之重要的,非常之好的 我希望我們大家都欣賞,欣賞神那種跟我們參與的程度 這裡就是告訴我們基督徒立志行事,我們會立心做遵從神的事 或者真是走出來,實際行動走出來,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就是告訴我們,神跟我們是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是神時時去運行在我們當中,感動我們,叫我們立志去改變 立志去遵從,而當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是可以去鼓勵人給人知道 神時時時與他一起,那我是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你們大家都會看到 自己生命的改變,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而帶出的果效 就即是說神是不斷在幫助我們,不斷在祝福我們,神沒有放棄我們 沒有看少我們,沒有覺得我們不夠好,雖然我們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總之我們去努力的時候,神的注目就是我們一直在進步 神是一直在幫助我們,祂不會丟下我們,不理會我們的 而當我們幫助人的時候,也都時時給祂知道 他們有的改變是因為神改變他們,是一個好消息 神是在祝福他們,神是在提升他們 那麼我希望大家呢,當我們一聽到別人,一說他如何改變 譬如我們現在在栽培一個人,幫著他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這個教導,去讓祂知道神在祂生命中做功 讓祂知道神並不是離開祂很遠 那麼我們自己也都時時用這件事來提醒自己 那麼我希望大家能夠將這個教導很深刻地放在心裏面 因為這個教導是會影響我們怎樣 在我們跟神相交的時候會加力給我們的 叫我們能夠得力,叫我們知道神在幫助我們 知道我們現在是得力的過程 神是在看重我們,祝福我們 那麼我們都時時去欣賞神的作為 也都對神有信心 那麼我再說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夠學到 那麼大家要去專心去留心去聽,還有去思考 當我請你們分享的時候 你就不要只說,我有這個改變,我有這個改變 我希望你說一說我們的改變 立刻說,就是神在我裏面做著功,感動我 叫我有這個心意,很想被神改變 很想遵從神,很想走神的路 我希望大家一看到自己有改變,或者別人有改變的時候 不要只說,我怎樣改變,我怎樣改變 這樣的時候,我們只是注目在我們發生的事 就沒有看到神在做著功 我希望大家時時都有一個觀念 就是,神跟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互動 是神在那裡不斷感動我們 不斷運行在我們當中 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的 這就是讓我們知道,神不是離開我們很遠 神是時時在做著功的 我們就會對神有信心 知道神一定會帶領我們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很想侍奉神 很有心侍奉神 但是呢,他就擔心 我侍奉神會不會沒有供應呢?不夠錢呢? 待會我侍奉神,不過呢,就沒有錢去侍奉 有成長,有動力 我們有成長,有動力 其實就是聖靈在我們心裡運行 他就正在改變我們 那如果神正在改變我們 我們又聽話,我們聽到神的感動 我們又很想給神用 那即是說呢 我們正在配合神的工作 神運行由我們回應 那有些基督徒呢,就是怎樣呢? 神運行,他們不回應 所以呢,神的運行呢 是不強烈的 譬如有些人,他們初信耶穌 他們會想他們的家人信耶穌 但是他們傳了小小福音之後 那些人不信呢,他們就開始放棄了 他們說沒有用的 或者關心一些新來的人 那時候我在我們教會 我講到我們每個人都關心人 那當時有一個人很強烈反應 就是他說什麼呢 他說沒有用的 他關心一些人呢 那些人就會覺得 就是不喜歡 那些反應是不好的 他們就不會再來的了 我聽到呢,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人一定是這樣的 不過不是 怎麼會每個人都是這樣呢 為什麼關心他們就會反而 他們不回來啊 或者他們不喜歡呢 那我覺得呢 他是 就是 他曾經有個試過關心人 不 不成功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 沒有用的沒有用的 他有沒有看到 是神感動我們想關心人 就是 他起初會關心人 因為神感動他 雖然有些人不聽話 但是神是喜悅我們感動 我們有收到這個感動 神喜悅的 那麼我們 雖然會有人拒絕 但是呢 我們深信是神感動我去幫助這些人 那麼我們就 就算有人拒絕的時候 我們都繼續去幫 去關心那些人 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就繼續回應聖靈了 但是 這個人呢 他是很強烈的這樣反應 他說呢 沒有用的 那些人不喜歡的 他們沒有好的反應 那麼就 變成了他呢 就拒絕了聖靈的感動 他就抗拒了聖靈的感動 他沒有 他沒有留意到聖靈其實在感動著他 帶領著他 那就是說 有些人呢 有聖靈的感動 有聖靈混合 但是他們不聽話 結果呢 他們的生命是 沒有被神繼續提升的 但是如果有人 有個心 我真的很想 進入全職的時候 我想 或者在教會裡面 參與更多 我想多些關心人 我想真的幫到我周圍的人 當他持續有這個心的時候呢 就很明顯 就是我們馬上 就是我希望大家有這個自動反應 這個一定是神做功 是因為神感動他 所以他會這樣做 當神感動的時候 神自然會負責 神自然會負責 我們去侍奉的時候 我們去幫人的時候 神一定會使用我們的侍奉 神一定會為我們開路 祂會供應我們 讓我們能夠有能力 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呢 只要我們有感動 不過有感動呢 我們要分辨 那個感動是來自什麼 如果那個感動是說 人家做得這麼好 我也要做 那這個比較的心態 就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說 那些人需要耶穌 那些人這麼軟弱 我真的很想幫他們 那這個是一個很單純 去祝福人的心 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感動是從聖靈而來的 比較 就是和人競爭 這一種的心態 就不是從神而來的 那如果一個人 是有這種持續有這個心呢 他就可以深信了 是聖靈感動我 就是不是一下子 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在一些聚會呢 就很容易會舉手的 啊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投入 我願意侍奉 那他只是一下子的 但是過後呢 是沒有了的 那這個就是一時衝動 或者說完 說的時候呢 說得令到他的心呢 好 好受激勵 那他就一下子的感動 但是他根本 他不是持續和神有關係的 那所以他並沒有一個持續的感動 他不是 他只是一時的衝動 那但是如果一個人是持續的 有這個感動的時候呢 他是聖靈 帶領他 聖靈 賜給他這個心 就是神在他心裏運行 叫他立志並行出來 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又真的會回應神 我們就可以有信心相信 神是在做功 是神的旨意 神的計劃 神要使用我 所以我可以放心去做 神一定會供應 因為我知道 我會有這個心智 神在我裏面 運行 那我們 所以呢 當基督徒有這種生命改變 他就可以很有信心 現在是神感動我 我可以繼續向前走 神一定會繼續使用我 供應我 幫助我 OK 這一點大家有沒有人有回應 譬如你明白這一點 看到神在自己生命中工作 或者是大家可以這一陣子可以講 我希望大家講的時候 不要一講我怎麼幫人 我怎麼幫人 之後 去了 慢慢形容自己怎麼幫人 我是想大家 立刻看到 是聖靈怎麼感動我們 起初的時候我們沒有這個心的 但是聖靈持續去感動我們 推動我們 由我們改變 OK 有沒有人有回應 看到聖靈在我們心裏面做工 牧師 我有問題 我剛才抄不及 你剛才有一個項目 就是例如有心事奉神 有擔心供應問題 然後我就抄到有心事奉神 這個已經是神的感動 之後你有兩個項目 你可以重複嗎 我有講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感動是一個真 單純想祝福人的心 這個是出自神的 如果出自神的 就是說是神繼續做工 那它就會負責 那如果是出於競爭的話 這個不是出自神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講這個項目 是啊 謝謝牧師 嗯哼 就是說當一個人持續有這個心的時候 是神是會 神是一定起的 譬如我們 就是我都想講一下 就是神的工作 在我們當中我們所幫助的人 其中一個人去了澳洲 他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曾經參加我的聚會 那他心靈得醫治 他就覺得很好 還有他身體也得醫治 那也都加上藥物 就是一起來到達到那個果核的 那他就很深信 很深信心靈醫治 他就去到他的教會 就推行心靈醫治 那結果那個教會 都是願意走這條路 那就看到一個人改變 他就是聖靈感動他 推動他 那他就在他的教會推行 心靈醫治 並且他跟我們訂了很多本 輕生得性的書 他想用這本書來教導那些人 去跟我們一起查考這本書 還有實行這個心靈醫治 還有我就跟他說 將來有機會 當這個疫情減退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幫助你的教會 還有周圍的教會 他聽到都是覺得很好的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 那另外有一個弟兄 但是他去到英國 他就看到在當地的教會的軟弱 當他就是在我們的群體的時候 他看到我們這麼有火熱的心 這麼想提升人的靈命 還有看到我們的信息 是時時都有目的的 就是時時都有目的改變人 因為我們的心有這個心 這個都是出自聖靈的 但是他去到英國的教會的時候 發覺那些教會不是這樣的 那些信息不清晰的 就是沒有一個清晰的推動人的心 那他自己就心裡火熱 他就很想給神用 他就跟我說 我很想我自己做一些聚會 那當然我跟他說 你需要建立你自己這個帶領的能力 他又不是想著做一個教會的 只是在家裡有祈禱 那我就說其實也可以一起查聖經 從聖經得著 感動帶領 去平身一些他周圍的人 那這個都是我聽到的 就是這個人呢 他會有這種動力 他會想那些人都更加火熱 他見到那些人沒有火熱的時候 他心裡面覺得 是有些東西沒有對路 那這個就是他那種心 他想給神用 那這些我就會看到就是聖靈 在他裡面做功 在他裡面感動他 讓他有這種動力 希望能夠帶動更多基徒 從神得力 能夠聚集一起 祷告 查聖經 然後有動力 有能力 去改變周圍的人 那這些都是聖靈在他們的心中做功 那我就鼓勵他 我欣賞他 就是會告訴他 聖靈在你裡面做功 就是神會繼續使用你的 神給你這種動力 你 我就跟他說 這個過程中 你會有困難 但是呢 你繼續跟我聯絡 我會繼續去幫助你的 面對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凡是侍奉 都一定有困難的 一定有阻力的 因為人總有不聽話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就說你不用受他的影響 我們怎樣可以保持這種動力 OK 這個就是我看到神做功 就是當我們去改變人的時候 聖靈就繼續去改變這些人 那他就算去到別的國家 他都會想將這種的更新復興 帶到周圍的人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一種動力 而他懂得欣賞這個動力 欣賞聖靈的工作 他的生命就會強了 就會持續保持聖靈的感動 OK 所以我們一看到有人有少許改變 首先我們推動人改變 就是說 那四點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實 就是第一就是神很愛我們 第二神叫我們變得很寶貴 第三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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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神 神一定會歡喜和提升我們 第四就是當我們不親近神 遵從神 我們在最終我們沒有遵從神 這些是神不可欲的 一定有破壞性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神掌管一切 為什麼我們不聽神話呢 那聖靈會感動我們去聽神話 遵從神 而我們持續有這種感動的時候 我們就說神一直在改變我 使用我 幫助我去祝福更多人 那我們就 經常看到神在我們心裏面做工 神在我們裏面不斷的 帶領我們改變我們 那我們就看到有人有少許改變 就是告訴他們 感謝神 就是聖靈感動你了 聖靈更新你了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來的 你繼續聽話 神就會祝福 神就會提升你了 這樣 ok 那我就想大家 因為我想這個觀念 大家入了心了 那第一就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改變 然後就說 啊 神在我裏面做著工 我就可以放心 我就可以有信心了 這樣 大家有沒有人想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不是想詳細的分享 就是簡單的分享 我看到聖靈怎麼感動我改變 這個改變可以由最簡單的 這個改變可以由最簡單的 就是由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會想多些祈禱啊 我們會想去悔改禮罪啊 我們會想和神有密切的關係啊 這些全部都是神做工的 不是一定去到侍奉神的 就是任何一方面 神更新我們呢 都是祂在做工的 就是我 我 希望大家都明白這件事 可以表達出來 大家可不可以 神呢 會感動我去 就是陪伴啊 或者陪伴啊 聆聽一些 心靈受傷的人啊 那 就是可能在其他人眼中就會覺得 人家找你談心事 就是可能他很負面的啊 那你又頂得順的啊 就是原來有些人會很害怕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我不怕的啊 那聽一下 就是可能這件事 就是 我知道他們很想找人家 又找不到 所以我會 我會想幫他們 那我想 這個也是神感動我 嗯哼 你試試留意一下你的內心啊 嗯 你可不可以形容你的內心那種 嗯 發生著的事 來到 激勵你去到這個位 嗯 嗯 即是怎樣開始 怎樣繼續有這種的感動 嗯 嗯 當有人找我的時候 嗯 而那些人呢 跟我 原本是不太熟的 那他就找我 那我當時的心就想 就是 其實 第一就是 嗯 好啊 嗯 我們一起聊啊 那 那 我的內心是 那想法就是 咦 我以前也試過找不到人聊的 以前的時候 是未信主的時候 那 沒有人聊很慘 嗯 可能會紋身 自殺的念頭 嗯 嗯 我就好像感受到他的感受 就是他這個請求已經令我感受到他的感受 嗯哼 嗯 所以我是願意 嗯 聆聽 他的 這樣 嗯 嗯 我想這一種呢 嗯 嗯 因為我見到其他人未必去到 因為其他人會覺得 蛤 你不覺得 很大責任啊 又或者 你有沒有這個時間啊 嗯 又或者 不知道怎麼回應 那我的心裡 又沒有 我覺得時間可以安排 嗯 我又不會害怕 我只是很想 就是 我只是 有個憐憫他們 就是 原來他們在自己的教會 找不到人聊 那 所以 當時和我不太熟悉的話 他都照找我 那我就知道 他有強烈的 需要 OK 那我又想問問你 在過程中 你有沒有試過 覺得很難啊 或者有些 阻力啊 或者那些人 那些反應不好啊 然後你怎樣在裡面 去掙扎 繼續去做呢 你有沒有試過這些經歷 有 大部分呢 都 都是 那個阻力是少的 我只是如果 有一兩個阻力是比較大 那有一個會 是 覺得我從來沒有幫過他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但是 他就覺得 從來沒有幫過他啊 我以前這樣幫你 你要這樣幫我 其實我就一直 幫著他 原來他是看不到的 那我也都有找其他人 一起幫他 哦 那跟著我當時呢 初時 就是 不老練啊 我自己 那我就會 容易被他 激 然後 又 不想接電話 那 後來呢 啊 聽了啊 二牧師你教 有些人是 啊 他不會悔改 只是想找人 同意他的想法 還有陪他 他不會悔改 是難搞一些的 那這些就是要 可以是 要放手了 要 要放手了 那我就知道原來 我不是每個人都幫得到 就是有些是 只可以默默去祈禱 要放手了 但是大部分呢 都不是這個 那麼極端的 OK 那當這些 有些這樣的人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你 就 不想做 想放棄啊 啊 你怎樣 形容那種動力 繼續持續 其實我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是去幫助 去發掘 你裡面那個動力 怎樣繼續有 哦 好 你在說 是對付那個 極端一點的人 是不是 我意思就是這樣 有些人幫人呢 他可能開頭會幫 幫幫一下就開始 沒用的 那些人都不改 那開始就放棄了 嗯 但是呢 我聽你說 你是會持續的 嗯 那我就想你去分辨到聖靈 在你裡面做工 以至你會持續 那種過程 那種過程 哦 哦 因為他不是跟我同一個教會的 那我就 嗯 會繼續陪伴他們 因為自己經歷過 都經歷過 那我就會這樣持續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嗯 嗯 我覺得 嗯 我經常感覺到 神是想 我勉勵人的 哈哈 OK 非常好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說呢 雖然是有一些的阻力 或者有些難幫的人 甚至有些 有時候要放手 那有些人呢 放手一個人呢 或者兩三個人 開始就說 哎呀我個個都幫不了 我都是不幫的 這樣就會放棄的了 那但是其實聖靈 是會感動我們繼續的 但是有些人就會找藉口 跟著就不會再回應了 那所以在你的情況 你會繼續去回應呢 就就是說 聖靈繼續在你裏面做功 而你回應聖靈的時候呢 聖靈又繼續做功 那所以呢 很明顯呢 神是呼召你 去怎樣一步步去 繼續去 給神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 那所以 你看得到是神感動你的時候 就是神使用你 譬如另外一件事呢 我就發覺你又 內中又會弄一些影片 那這個又是一種動力來的 那你可不可以形容這個過程呢 我弄那些影片呢 我現在就想 例如我最新的一個就是 神的應許那些經文 那我遲些就會弄一些 為身體好的經文 心靈討告 工作討告的經文 靈女討告的經文 靈女討告的經文 因為呢 自己經歷過 和和人聊天的時候 就是那些人和我聊天 就在說 他現在遇到什麼困難 那我發現他們遇到的困難 因為不同的人 和我說的那些困難呢 其實我都經歷過的 原來是相似的 我們的生活歷程 只是那件事情一樣 那我就 因為我走過了嘛 那我就發現呢 握著呢 神的應許呢 是很重要的 之前不太熟神的應許 就是不是很熟 而是看完聖經 忘記了 那 就自己會疑惑 會膽怯 會焦慮 但是一聽回神的應許呢 是自自然的心定了 就是啊 聖經是這樣說的 我焦慮什麼呢 就是一邊聽 一邊的心慢慢定 其實是理性解釋不了的 是真的自己定了的 那我就很希望呢 那我就很希望呢 就是我是靠 抓住神的應許 慢慢肩壯了嘛 那我希望可以拍這些 廣東話版的 來幫到其他人都可以這樣 OK 那我又問回來了 過程中 聖靈 有做些什麼 就是我們時常都 我們發生的事情 經常都會想回 聖靈有怎樣運行 在你們的裡面 做這些經脈的影片 是 就是說你會有這個動力 去繼續做 那個聖靈在你裡面 聖靈 怎樣呢 你再說一次 第一 聖靈是這樣催我 每一天都叫我快點做 OK OK 怎樣感動你快點做 例如叫我 早點起床 要快點做 有時間 就這樣 就是有時候 你自己呢 就好像不夠時間 就好像不想做 或者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切 那以後聖靈就提醒你了 那你不如早點起床去做吧 是不是 是 OK 那這個呢 我們就感謝神了 就是哇 感謝神 又欣賞你 欣賞你 又欣賞你 感謝神的工作 就是說呢 聖靈是 他會 看到一個人 有願意回應的心的時候 他會繼續感動他 繼續帶領他 他做得不夠好的時候 神會提醒他 你可以早點起床 就是這個過程 我們時時去留意聖靈給我們的感動 嗯 如果我們去 就是 跟聖靈同工 聖靈 通了 我們就跟他同工 回應他的感動 嗯 這樣的時候呢 第一我們鼓勵自己 第二就是鼓勵我們在幫助的人 嗯 那這個就是我想大家都很深刻印象 我們所有的改變都來自神 我們每一個改變都來自神 我們每一個行心做的東西都是 就是 跟從神的東西都是來自神 我們就會說 神就好了 神在我們裏面做工了 那有人有這麼多改變 我們就即時去告訴他 你有這個改變 你會 你會想到去祈禱 就是神在感動著你 神又會 你親近他的時候 你又會得到平安 就是神又在你裏面做著工了 去讓你經歷到他了 去鼓勵我們繼續親近他了 那就是神是 立刻去祝福我們了 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 神又感動我們親近他 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 他又立刻祝福我們 我們就看到神很真實 在整個過程帶領著我們 陪伴著我們 加力給我們 那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每一個呢 都能夠 深深的 清楚的明白 我今天所講的說話 能夠應用出來 我想再聽一下 為什麼我想大家講呢 因為 其實我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神其實在做著工 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 聖靈在我們心裏運行 偉要聖入他的尾 神真的是在做著工的 他在做著工的時候 我們就欣賞他的工作 我們就知道神與我們同在 神一直陪伴我們 祝福我們 我們就有信心 我們正在走著神的路 神必然繼續祝福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深刻的印象 深刻的信念 有沒有人想回應 為什麼我這次 我這麼堅持想大家回應呢 因為我想大家明白這個意義 大家可以詢問 或者你說你的經歷 任何的神 推動你改變的地方 有沒有人想說 因為我很想知道你們明白 我自己就留意很多的 我自己真的留意很多很多神 感動我的 譬如說我開始這個 Zoom聚會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人 有心事奉神 我就聽到我就很有 覺得非常好 那我就用洗碗的時間幫助他 後來我發覺 我用這麼多時間幫助一個人 不如我就開 最初就是開WhatsApp的群組 只能夠八個人 但後來我發覺可以用Zoom 那我最初沒有想到用手機 一路洗碗可以一路用Zoom 去做這件事 後來我發覺是可以的 那這個過程其實神一直帶著我的 就會擴闊我這個領域 那不單止是幫助參加的人 也都放在網上的時候 都有很多人看回的 所以就看得到 神在那裡帶領著我 神又會感動不同的人去跟從 那就去祝福更多人 那我想 我的目的是想你們大家都明白 那我OK 那我今天又給大家 那我希望大家 那我希望大家呢 那我心裡面 就是神我想學到 因為既然大家參加這個 Zoom的茶經的時候 我想 我都希望 我希望大家都是心想 我想成長 我想長大 我想能夠有能力幫助自己 因為這個主題 我們今次的主題 就是幫助人的靈命 而幫助人的靈命 很多人就以為我只要祈禱 悔改 親近神 遵從神 讀聖經 是奉神 就是 只是以為 叫他做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 那你一直做就做下去 其實這樣 並不是有效的 不是最有效 為什麼呢? 因為只是說 你要做多些事情 但是當人看得到 原來神這麼愛我 神一直陪著我 感動我 改變我 一直帶著我 看到神這麼多工作呢 我們就會多謝神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不是單獨去做 我們是神一直帶著我們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 很放心 很開心地去跟從神 而我一見到神 帶領我進入下一步 提升的時候 我又會欣賞 我又會享受 我又會喜歡 我又知道神陪著我 而我們幫助人 也同樣有這種方法 就是時時都帶入神屬性和恩典 神如何憐憫我們 祂有這種憐憫的心 祂有這個能力 可以感動我們的心 神真是時時帶著我們 那我們就欣賞神這種屬性和恩典 那我們就變成了一些人更加歡喜神 我們幫的人都會說 神真是很真實造工的 神真是在幫助我們的 OK 那我希望大家做功課好不好 因為做功課就表示你真心學習 在我們的群體中 我最希望能夠興起一些人 真是有心學習 有心去回應 回應聖靈的感動 這樣你們的生命就提升了 那我希望大家就能夠離開這個 這個只是聽一下的心態 只是聽一下 有些人就聽一下 覺得有力一點 舒服一點 那我希望大家離開這個心態 當然聽一下會舒服一點 有力一點 但是我想大家就經常看到神和我一起 所以我就可以勇猛 我可以放心 我可以輕鬆 我可以開心地跟從神 侍奉神 我自己來說 我是 我看到有開放的路 我就會去 就是 拿了這個 領受了這個神給我開的路 我就會將它擴闊 這個就是在我裡面 時時有這個動力 那我就看到 是聖靈感動我去 爭取每一個有的機會 去祝福別人 譬如 就是當我看到 譬如澳洲那個姊妹 她一路 就是她一路跟我溝通 說她怎麼幫助人 並去介紹不同的人 我們可以幫助 她又 就是想在她那裡 用這個輕鬆德性來教導 那我看到她有這種生命 我是很珍惜的 我是會覺得 神在她裡面真的做工 那我就會說 神真的好 那我看到有人有回應 我是會更加放心力 在那個人身上 這個就好像耶穌 他把時間放在十二門徒 的身上 因為他們 就是真的 是毀身 雖然有一個出賣耶穌 但其他那些是很毀身的 那我都希望 我們當中有些人呢 是有回應 會做功課呢 那我就會更加去 去留意你的改變 我又會更加幫助你提升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 成為有力的 基督的精兵 是你會爭取機會 給神使用 那你的生命就會 很大的提升 OK 有沒有人有想 即時回應我剛剛所說的話 就是 譬如你說 我都想 這樣進步 我想去做功課 我想去 就是講出 你可以用錄音 或者寫文字的 錄得不好 不要緊要的 我不介意的 你錄了給我聽 我看到神 如何在我裡面做工 還有當有人有這個改變的時候 我看到神在他裡面做工 我就欣賞神 我就歡喜了 我就有信心了 我就會繼續向前去了 OK 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我希望大家 真的會做一些功課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其實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那個心路歷程 我希望大家都 能夠 在我那種動力 而去改變 當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是看到神很大的工作 我就很想能夠在聖靈運作中 適奉 大動人改變 當時我在香港經歷 我就有去宣教 還有去學那些人 如何帶領 我又在 雖然當時傳統的教會 因為我經歷聖靈而拒絕我 但是我就繼續去 在當時有一年的時間 繼續每一朝早 至到三四點的時候 都一直有祈禱會 就是持續幫助我自己 和幫助周圍的人 更加被聖靈充滿 和訓練他們 如何給神使用 而雖然我後來 要回到外國 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開始 開始教會 但是這個過程 是一個操練的時候 還有 建立我的 就是那個 耐性 還有 建立輕鬆得性的教導 為什麼不受人影響 持續堅持下去 那由後來 當我可以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是很興奮 很開心 那我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 就是有一個機構那裡 我就在那裡教導 那就是我就跟他聯絡 我還沒回來 已經跟他聯絡 那聯絡之後 就在那裡開聖靈的聚會 還有在聖靈聚會有教導 那然後呢 就一步步 輕鬆得性的教導 就一路一路出來了 那一路出來的時候 我就 就是 發覺 那個教會 雖然給我 那個群體雖然給我在那裡做 但是呢 其實他不是想我訓練的 他想我只是 做一些聚會 就幫他們 就是有收納更多人 去進入他們那個 他們的事工 那 就不是想我訓練 因為他們就覺得 他們要訓練 還有呢 他們那些訓練呢 是有一些指定的課程 就不想好像我那樣 就 就是什麼東西都教給別人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教給別人 那他們就想 他們要上那些課程 才可以學到的 那我就 後來我就離開 我就 但是我持續 一直 回來這麼久 我都持續 是沒有停過 一直繼續有訓練的 那 而在這個過程後來 又 又去宣教 又去 建立這些網上的訓練 又興起不同的人 就是 其實有不同的人 我都一直影響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不是 不是順利 那樣東西就好像鋪排了 那樣的 不是的 但是我每一步去爭取 爭取的目的呢 只是想祝福更多人 而過程我並沒有 完全沒有 回到香港之後 我都是 全部都是義務的 義務的 我又感謝神 供應我需要 但是呢 很多人來說 義務的工作 可以放鬆些 做少些 做都不要緊 沒有人吹逼你的 但是我不會這樣 我總是裡面有吹逼的 總是裡面 不斷去想找方法 怎麼做得更加好 而我當我一見到任何人 有動力改變 我即時就會放多些 心力在他身上的 那這個都是我看到聖靈一路吹逼我 還有呢 就讓我看到 哇那些 教導災前被提 很多基督徒呢 就會只想著快點災難來 我們就 大災難來 我就全部呢 被提 飛走了 那在英文的網上呢 影片有很多人會回應的 就是說這件事根本不合乎聖經 你怎麼找聖經 你找不到這個教導 甚至聖經的教導很清楚 不是這樣說的 那我自己就會有這個意念 很想呢 幫助更多人預備好大災難 那神也都給我的意念 就是大災難 就是一個復興的時候 因為當人什麼都不能夠依靠 只能夠依靠神的時候呢 那時候買東西都不可以買東西吃的 不可以用錢買東西吃 因為要受這個獸印記 和拜獸才可以買東西吃 那所以那些基督徒就會 在那時候呢 是會更加依靠神 那我就 但也都有一些基督徒是跌倒得很厲害 就是許多人跌倒 或者被之含害 被之含糊 那我看到這些經文 我心裡就火熱了 神啊 我不想那麼多人跌倒 和含害 被之含糊 被之含糊 神啊 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希望影響更多人 那所以呢 我都一直有些意念 我什麼時候向不同的牧師去推廣這個教導 讓他們都預備好呢 雖然我同時看到很多阻力 但我也都看到是可以影響一些人的 還有呢 我也很想推行聖靈的工作 因為聖靈充滿的狀態 人才有能力 在大災難中 能夠時事親近神都得力的 因為如果一個人沒有經歷聖靈 他在大災難呢 他祈禱是很難得力的 而我自己隨時一期都一得力 我就很想每人都學到這件事 這個就是神一直吹逼我 一直提升我 那我很感謝神為我開路 雖然呢 依然不是說 有很多人改變 但我覺得 我們持續做的 和在網上做的 總會有果效的 那這個就是神給我一路的推動力 那可能有些人說 我不是像你那麽大推動力 我只是少少 那我就希望你那小小動力 就繼續去 還有當你聽到我這些動力的時候 和改變到人 改變到一些人 真的生命改變的時候 我也希望大家說 哇 可以的 不是那麽難的 那我就希望大家都回應聖靈的感動 OK 那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我們一齊來到神面前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將生命獻上給神使用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為了成就你的美意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你是一位慈愛的神 你是一位大能的神 你是一位跟我們很有互動的神 你不斷在我們生命裏面互動 去不斷去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神你真美善 求主幫助我們 回應聖靈的感動 回應聖靈的帶領 你都時時看到聖靈在做功 時時看到我們的改變 不是我們改變自己 是聖靈改變我們 而是我們回應聖靈的感動 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留意聖靈的感動 刻意回應聖靈的感動 放下自己的懼怕 放下自己的懶阻 讓我們全心全意去走神的路 讓神去大大的提升 改變 當我們服侍你的時候 天父必尊重我們 天父必喜悅我們 我們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主耶穌的身上 神一定紀念 永遠賞次的 神也都能夠祝福更多人 能夠和神的關係更加密切 更多人得救 更多人在大災難中 能夠暫立得穩 求主施恩祝福 憐憫我們 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求主在我們當中 興起人真是真心行神的路 真心愛神 真心被神改變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哈利路亞 有沒有人有任何回應? 那我希望你們都做功課 把聖靈在你生命中做的工作去錄了 或者寫下 然後傳給我 OK? 好了 祝福大家 好的 謝謝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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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